MING PAO TORONTO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我們來挑戰地獄級關卡 護伊履的弟弟 他要變身成100%了 這個關卡呢 非常做求給優助隊 優助隊會非常的好打 他主要是弄給水光隊會比較好打的 那我們今天來挑戰一下 我們這邊呢 第一關要6combo以上 那他會先把技能重置掉 所以如果你帶的是龍族的那種暗龍石那種的啊 進場減西滴就會被他重置掉 那我們這邊就 穩穩的6combo以上就沒問題了 但是我想 可以先小力一點點 你要先存一下技能會比較好 那他第二條血量呢 會鎖定珠子 怕會卡珠 所以最好等有技能會比較穩定 那這裡的敵人血量都超多 像這個第一關 血量就直接2000萬喔 不開玩笑 第一關直接給你2000萬 還好那攻擊力只有9000 我們這個血量居然有3萬多 好 真的撐得住 沒有問題 好 這邊想要存一下技能 欸 結果還是天降了 啊 還是解決掉了 好 好 不太好 接下來第二條血量 鎖定暗珠跟新珠 那他的血量是1400萬 比較麻煩的是 恢復力會變0 所以這裡沒辦法拖太久 下面技能的話 又要消鎖定珠 又不能拖太久的話 就比較麻煩 我們還要等 一兩回合 好 血量那麼多 也是打掉一半了啦 也是打掉一半了 哇 這就有點尷尬 那個新珠少一顆 沒有錯 就是怕這種 呃 少一顆的情況 所以最好有技能 比較好處理 好 那 我們剛好等一回合 技能準備好了 好 有技能應該 就可以解決掉 好 來 開技能 來 變身 好 來個靈丸 好 強化珠啊 那個暗珠 那個暗珠 有點尷尬 再 再變身一次好了 這邊 尷尬 只好先變身了 不然我們那個之後可以留給後面再開 沒關係啦 我們現在有三隻幽珠 夠用 好 來來來 隨便消啦 好 這邊鎖定 全部解掉 其實開龍刻也可以啦 不過這一關龍刻其實不太會用到 沒關係 好 來 繼續 第二關 血量1600萬 隨便 風化了三顆珠 每回合風化三顆 是有點麻煩 盡力消吧 盡力消 不過還有的是他的CD是2 攻擊力是7000 但比較麻煩的是 撞到這個風化珠會扣15000 所以這個比較沒辦法直接撞 會扣的有點多 好 我們想辦法先補血 先 先補血吧 他攻擊力是18000 看錯了18000 這樣有點高 2CD18000 好 我們小心的 小心的解封化 盡量解 補個血 又不能撞 真的是很麻煩 好 還有兩顆 血量倒是補回來了 我們恢復力非常的高 哇 那個新珠被卡住了 好 這邊看是要直接解決了啦 補血等一下再說 先試著解決 哇 這個不能撞 這個不能撞 真是麻煩 好 解決吧 沒死 好 還有一回合 傷害不夠 那畢竟血量也是有1600萬 繼續消 好 好像可以 喔 這樣子 這樣解到剩一顆 剛剛好 好 OK 血量也補壞了 沒有問題 技能也都準備好了 再來 第三關是 烏魚履他哥 這個 有點麻煩 他會只復活 他會復活三次 每次復活他的血量就會變多 那第一條血量 一開始現在只有260萬 好 一開始很好打 比較麻煩是打死之後會讓我們中毒 會直接扣%數的血量 好 他不是持續中毒 就是直接扣20% 然後下次打死他 你會扣40%的血量 再來他會扣80%的血量 那每次解決他呢 會把這個 新豬給炸掉 所以你基本上會沒有新豬可以補血 就有點麻煩 除非你先不要打死他 你就是先小力一點 不要打他 然後就可以用新豬先補血了 那這邊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補到血 因為下一次中毒會扣80%的血量 那這個就 他還會復活一次 現在血量已經變成1500多萬了 1500多萬 好 然後會從 200多的血量變成 500 然後再變成 1500萬 然後再變成 7000萬 對 第三條 第三階段他會變成7000萬的血量 很誇張啊 好打得死嗎 7000萬 7000萬 直接來打不死 直接這樣放手打不死 我們剛剛應該要切開幾組的 好 沒關係 還有他攻擊力比較低 才5000多 那 我們新豬 沒有新豬 那 應該解決掉吧 剛好天降了一組新欸 喔 欸打不死欸 這個血量7000多 還被更新 還好我剛剛有 天降到補血 7000萬的血量 真的是有點小麻煩 就慢慢打吧 只要成功那個中毒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記得打死他之前的血量 先回 回復 OK 哥哥解決了 接下來換弟弟 來囉 會不會弟 他會先以一般的姿態出現 這個一般是80% 這個三角椎的身體 很像很奇怪 好這邊是強化盾 強化盾 血量是1200萬 比較麻煩的是他一定會更新 更新之後 他會變強 傷害會提升5倍 原本攻擊是14000 5倍之後就 555倍就7萬 好那 這邊我們先 開一招 強化 然後這邊就解決他 那先解決他之前你的血量要大於1萬 14000喔 因為他一定會打你一下 他會更新 然後先中你一下 好所以先補滿 OK一定更新 好 OK 再來他攻擊就變5倍了 所以 這邊就直接解決他 其實照他的關卡敘述 應該 他會回血的 但是這邊沒有回血 不曉得是不是BUG 所以大家 還沒修正之前可以趕快打 現在沒回血就1滴阿 1滴我就隨便消1吸就好啦 好不好 他們這邊沒回血 很好 再來 最後一條血量 100% 來囉 我有履帝 哇後面整個雷台都爆了 好黑暗武咒會 好這是他的語音 他說100%中的100% 啊100%中的100% 啊不就是100%嗎 不是沒變嗎 好像沒什麼差 這邊呢 有一個特殊的新狀態是碎裂 碎裂方塊 可以摸 可以動 可以滑過去 但是不能消 不能轉移 不能轉化 也不能引爆 然後 我不曉得 跨皮卡的技能 能不能把他變回來 因為他說 復原狀態 我不曉得行不行 不過我們就先打好了 這邊呢 一定只能消水跟光珠 你消其他屬性 他會回血 好 那所以只能消水光 好 那就是做個球給水光 對啦 那 欸那個碎裂的 可以碰 好碎裂的珠子 欸 碎裂的珠子 它是碎裂的那個位置 而不是珠子耶 我剛剛裡面就是有一顆木珠出現 因為它碎裂沒辦法轉化成水光 蠻奇妙的 那這邊呢 是可以開剛剛龍客的 因為下一關龍客會被清除 好 所以這邊隨便開 對第一條血量 九 九 九千萬 九千萬 血量有九千萬 我有沒有看錯 喔 欸 九千萬的血量 很誇張 九千萬的血量 有夠誇張 還有我們剛剛打了好幾億 好啦 再來 第二條血量呢 一定要用 這個光珠來排他的拼圖盾 那 不能突出去 然後 他的攻擊是100%扣血 一定死 除非你是小潔用硬 才不會死掉 那這邊呢 他會無視控場 好 無視控場 直接打了 好 這個血量才 兩千萬 好 第二條血量倒是比較好打 才兩千萬 一下子解決掉了 OK 這個 優柱的技能真的是非常完美 搭配這一關 真的是 完全做球 非常的好用 好 這優柱開大招的話 又可以順利打回兩回合 太好用了 好 那這邊順利過關 可以解了兩個成就 好 解的是雙隊長一樣 然後三個成員 好 這邊特別放了妖精 三個妖精 組了三種族 三個種族 這樣可以解 再來剩下的光屬性成就 應該隨便的光隊 露西法 組一組應該OK 沒什麼問題 好 那這個惠於履地 那技能呢 還不錯 變身之後 會回血 然後這個是 消五顆 然後它的倍率會只累積上去 最高到 十倍 這邊只要每回合 你已經能確保消到八顆暗珠 它就十倍一直 倍率一直累積下去 所以 每回合自己增長十倍 這樣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它 蠻適合放在這種 暗...暗希拉拉 或是暗... 各種暗隊 你可以製造出很多暗珠的都可以 或是閱讀隊 一堆暗珠這樣下去 它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成員 當成員比較好 它當隊長的話 沒這麼好 它有點跟...偏根性的感覺 好的 那就是這一次的 惠於履地的地獄級關卡拉 掉了之後 還會不會出現 黃泉拉 或是什麼比較其他的 更大的BOSS會不會出現呢 好 大家拭目以待拉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大家掰掰 掰掰